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我想要來拍一條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影片 OK事情是這樣子的 前陣子呢因為我一個好朋友要結婚 所以我就在翻說我以前跟他有什麼照片 那因為我們是高中同學嘛 那高中那個時候大家都在用什麼呢 Facebook我剛破音 就想到說欸其實我已經很久 很久沒有在用Facebook了 大概兩三年吧 就我基本上除了那種 打卡送肉的優惠之外 我基本上沒有上過Facebook 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我的Facebook來看看我以前 到底講過什麼有趣的話 發過什麼有趣的照片 或影片 我跟你說我上次滑的時候真的是覺得黑歷史 喔拜託我在FB上面人緣可好的咧 我有兩千三百個朋友 我的Bio寫說我是Talent Development Manager At Pressplay Academy 蛤我根本就不是PBA的人啊 我怎麼會寫這個 I studied economics at UC Berkeley That's correct 我的高中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所以這個是對的 I'm from Taipei Taiwan Yes Oh my god 我還留了我的IG LinkedIn跟Snapchat 現在還有人 還有人要用Snapchat嗎 我以前覺得自己很潮 你知道嗎用Snapchat 我其實是很早期開始用Facebook的 因為我姐那個時候在Boston念書 然後大家都知道嘛 FB是從Boston開始的 所以我姐就跟我講說 你就是申請一個Facebook的帳號 然後這樣子以後他有什麼事情就會PO在上面 然後我爸媽就可以看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喔好 所以我就是申請了一個帳號 我大概真的開始用應該是2011年左右 我來看一下我2011年到底發了什麼東西 好了各位我剛剛花了半個小時 我剛剛一路滑到2011年 我還有再更久遠的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從2011年開始好不好 已經是11年前了 首先第一個是2011年的11月17號 高2吧 高1高2 沒有下雨要怎麼放晴 我的笑容需要更多堅定不移 然後我附的照片 是一個在中正紀念堂 一個很大的那個雕像 然後上面有一朵花這樣子 我那時候到底是遇到了什麼困難啊 沒有下雨要怎麼放晴 我以前就是文青 這個以前就是很流行 大家會把很多照片放在一起有沒有 然後後面會有一些 background啊 一些花紋啊什麼的 這個是我2011年的生日 我寫說 懷著感恩 感恩一切 然後放了一張我很醜的自拍照 然後一個不知所以的 就不知道是太陽還是月亮的東西 然後還有 兩杯OK便利店的美式咖啡 然後右邊寫 現磨美式買一送一 我那時候到底在想什麼 好可愛喔 2011年12月13號 有些事不是渴望就可以得到 因為那些事從一開始就注定好了 我們能做的就是用另一個角度去坦然 這句其實講的挺好的啦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時候 我會這麼的有感觸 我現在回想起來 有可能是我那時候念舞蹈班 然後我有一段時間非常的在意自己的天 先天條件沒有別人好 有可能是在講說 有些先天的東西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 但是我要更好的去接受我自己的身體 應該啦 哇我以前呢 我跟你說我有一段時間呢 在FB上面我就會瘋狂的PO文 就我想到什麼我就PO什麼 然後我也不在意就是到底有多少人按讚 我一定要找一天瘋狂把瀑布金星看完 中毒了 下一篇就說 有的忙了 如果有人現在看到我一定覺得我瘋了 我也這樣覺得 然後再來是 一定要把FB 鋪浪 匹克 現在加上的瀑布金星頁面關掉 才有可能打飯骨傳 暫時掰掰 然後三個驚嘆好 很明顯的我從以前就一直是一個 追劇就會陷得很深的人 所以我那個時候應該是非常非常著迷於那個瀑布金星 然後你們有沒有抓到關鍵字 以前我最常用的呢是FB 鋪浪 有人聽過鋪浪這個東西嗎 然後匹克是匹克幫的意思 因為我從國中吧 還高中開始就是有寫部落格 然後因為我那段時間非常的瘋 烘焙啊烹飪啊這些 我就寫很多就是主菜的文章什麼的 我那時候其實透過匹克幫我交到一些網友 然後我好像還有跟其中一個阿姨就是出來見面過 哇天哪好瘋喔 飯骨鑽是什麼啊 我真的忘記了 應該是我高中的什麼藝術概論的某個功課吧 我想我過去從沒想過我現在會是過這種日子 哈 好繞口喔 我想我過去從沒想過我現在會是過這種日子 目前真的很樂於分享我的每一個moment 我PO了一篇說 煩躁呢 調整 進行 好像只能恢復80% 另外20%請用意志力喔 因為唯有自己能幫自己 我那個時候是高3吧 然後就是我們在準備畢業製作 就是一個物展 我那個時候又做了執行製作 就是有很多行政上面的東西要處理 所以我應該然後壓力還蠻大的 然後我下一篇寫說 哇賽 一排鏡框看下來 怎麼現在國中生的人生都如此悲情間 郁郁寡歡 普斯拉 普拉斯 喔 PLUS PLUS 孤獨寂寞啊 是我太幼稚還是太成熟 我覺得你們都很幼稚 真的十七十八歲就真的是小大人 就會覺得自己很成熟的那個年紀有沒有 但現在回去看就會覺得很可愛 喔 我跟你說 我剛不是說我很愛瀑瀑金星嗎 然後我有一次學校上書法課 然後我就把那個瀑瀑金星的女主角叫若曦 然後我就把最後一集若曦寫給四爺的信 整個都背起來了 人生一夢 白雲蒼狗 綽綽對對對 恩恩怨怨 不過日月無聲水過無痕 所能棄者 一點痴念而已 當一個人輕描淡寫的書室想要二字時 他已握住了開我心門的鑰匙 當他扔掉傘 我在雨中挨著受著痛著時 我也徹底向他打開了門 當他護住我用自己的背手上見時 我以此生不可能再往 唯苦 未肝 我那個時候是在幫查理王寫廣告詞嗎 恩 恩 愛就是永遠不必說抱歉 你上一次的勇氣用在哪裡 切割情緒是很重要的 Hold住自己是必要的 天啊我那時候是遭遇了什麼 就是情感上面的挫折嗎 我上一次的勇氣用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這麼藍的記憶 當你覺得走到極限時 就是最能突破的一瞬間 第二句我可以理解 但是第一句 這麼藍的記憶是什麼意思 雖然這是我寫的 但是如果你們能解析的話 可以留言在下面 這個就比較正經一點了 因為我從小就跳舞 然後就一路念舞蹈班到高中 但是因為高中我就已經確定說我之後 不會再繼續往上面 所以高中的畢業製作就是我大概人生中 最後一次正式的表演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在畢業製作的最後一場前寫的 比如說失落好像一定會發生 這段時間就像一場夢 稍縱即逝 我收藏這幾天下來發生的情緒 珍惜每一秒感受到的所有 雖然很恭喜的說這種話 我知道我不會忘記這三年來的行 喜怒哀樂 努力前進 這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開始 還是要用全力跳好畢業場 我那時候的確是就是心情無味雜成 因為我知道說 跳完這一場 我可能此生不會再有像這樣子的 在上台這麼正式的表演 我那段時間是心裡是很糾結吧 就真的是無味雜成的幾天這樣 這個我跟你說這個小朋友一定不知道 蓋庫家族 有人聽過這個東西嗎 拍貼機 就是那種大頭梯很貴 一次要兩百塊 欸那個時候兩百塊對於學生來說有多貴啊 然後我們就是都會湊錢啊 然後就還要分說 欸我要這個大張的 我要兩張小張的什麼什麼的 蓋庫家族的會員卡 回憶啊回憶 我給自己兩個月的時間 嗯? 然後隔一天寫說18 我是在罵髒話嗎 但是我現在完全記不得我那時候講18是什麼意思 觀察 衡量 認定了就是認定了 所以我會認真付出 但是啊 事不過三 之後在某些事情上就會有所保留喔 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能是有人惹到我吧 我打了一篇 好不喜歡不回簡訊不回留言的人喔 搞得我七上八下的 我現在才是那個不回人家簡訊的人 真希望我可以再成熟一點 外表內在都是 都快要變老人了還不成熟怎麼辦 我2012年才幾歲 我的天哪 我看18歲 我在那邊說我是老人 OMG 好想回去掐那個時候的我 你給我冷靜一點 2013年的1月6號 我說 漢英群Berkeley的學生過了一下午 距離真的遠比想像中還要遙遠 同樣19的年紀 他們談論的話題已經超越了我的理解 Who would have known 一年之後我就進了我的Dream School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覺得目標很遙遠 你就先認定自己是不可能的 就其實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真的 2013年的5月12號 說 2 weeks from now Number 42 這張照片真的是我人生中黑歷史中的黑歷史 首先你看看那個 瀏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可以蓋住眼睛之外還分叉 然後還黏在額頭上 我的天哪 再來是這個姿勢 我也是不懂 而且我那時候好像是全素顏 我的天哪 那個時候呢 是我在進學我們學校的學生會 就是參加了其中一個party 然後我們就拍一系列的宣傳照這樣子 那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貼近Politics的一次吧 7點半的課我點頭如搗算 可能是因為老師說的真是太有道理 我大學的時候的確是很常選 那種7點半或8點半的課 現在我是沒有辦法的 我以前比較勤奮一點 現在年紀大了 需要多睡一點 OK 我在大學期間其實還蠻常發一些那種 就是大學生的碎碎念 就是會說 哇我功課做不完啊 哇這個教授怎麼樣怎麼樣 哎呀我又忘記要做功課什麼什麼的 不過這個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我那時候正念數學念到快要崩潰 所以我那時候發了一個動態就是 Cal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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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100 微積分啊微積分 諧音梗 那個時候就已經會諧音梗了 到底為什麼Calculus要跟我過不去 你說啊你說啊你說說看 我只想說 孩子 你PO在FB上面 你還是不會學會的 去多算幾題比較實際 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鬧鐘是夢想 也許我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很笨 什麼都做不好書眼念不好 有可能屬於我的那個能力 只是還沒被發現而已 現在的我每天都很開心 但就是少了一點熱情 有沒有一天我能夠被夢想叫醒 那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 我覺得那個時候真的是很天真啦 就是我覺得小時候都會把夢想這個字看得 太嚴重跟太單一 就現在對我來說 夢想這個字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我生活中的目標 現在的生活可能跟以前想像的很不一樣 但是它跟我的夢想是可以並存的 或者是我的夢想經過這些年之後也 對於實踐夢想這件事情 我有不同的定義 不是只有好像放棄一切 然後去做它才叫做實踐你的夢想 明知道我不是天生會念書 所以一直以來都秉持著多努力 就能改善的真理拼了命的學習 但時不時還是會因為不像別人一樣 聪明伶俐而對自己很失望 我沒辦法停止詢問自己 憑什麼在這個校園拿著學生證走來走去 我一直都想當個不平凡的人 能用自己的力量活個很不一樣的人生 但這條路好像因為我的平庸永遠都好遠好遠 從這一篇你們應該可以感受到 其實我經歷過一段非常懷疑自己的那個階段 是我進到Berkeley的第一年 當然開了眼界 但是也是對於自己自尊心很受創的一段時間 因為厲害的人太多了 你就會開始很懷疑自己的value在哪裡 其實包含我覺得到時候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一直都還是有這種想法 第一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第二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 好像永遠都不會成功的那種感覺 這有點TMI 我剛進Pressplay的時候 我的頻道那時候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我也就是一直還沒找到自己頻道想要的方向 我到底想拍什麼樣子的影片 我印象很深刻是公司辦了一個創作者派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工作人員嘛 那個場地是這樣子一個算正方形嗎 旁邊是有樓梯可以上去 然後可以從二樓往下看一個小舞台的那種場地 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時候就覺得很難過 我就覺得我也好想要在下面那個位置 我也想要做一個創作者 我也想要 嗯 嗯 你懂我嗎 就是我也想在那裡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跑到那個場地外面 然後我就自己大爆哭 忽然之後又就是再回去然後裝美食這樣 所以我也不是一直以來都非常的樂觀啊很正向啊 我還是有很多往死裡的懷疑自己的那個經驗 好我在2017年的2月5號跟大家分享了我成立自己的YouTube頻道這件事 然後我第一支影片是10 minutes office makeup look 哇五年前了耶 我拍YouTube拍五年了嗎 OMG 五年前的臉果然看起來膠原蛋白比較足一點 我大概從1718年就慢慢的沒有再繼續用Facebook了 然後尤其是最近兩三年我真的一年可能發個一個吧兩個 反正去吃飯的時候打個卡然後換一盤肉之類的 不過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人生中最瘦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44公斤吧 我整個人是就是貼就是前胸貼後背的那種瘦 這張是我國中的時候的照片 那個時候很流行就是把瀏海這樣子梳到後面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形或什麼的 你們知道那個髮型吧 然後給你們看我們以前高中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我們會租一個教室 然後我就在裡面拉筋啊練習啊之類的 天啊我有林昌遠欸 還有很多就是我的同學都筋很軟 我那個時候應該真的算是我們班筋最硬的人了說真的 大家有沒有看一個韓國的Youtuber叫BIG MARVEL 然後他有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就是 有來公司跟我們的創作者拍片 然後那時候就留下了一張認證照 喔想起來了這個是跟一加一去台客劇場的淨灘活動留下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在美國工作的時候 然後跟我同一個team的姐姐 這個可能是你們看到我最OL的樣子 因為平常我現在就長這樣 好這個是滴妹之前辦的音樂會的那個結束的認證照 我們來看影片好了 這個我之前有分享過 但是我現在回去可能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因為我們高中的時候要上一堂課叫做彈子宮 然後其中一個東西叫做圓包頂 圓包頂就是你的腰要比較軟一點 我其實從小到大我筋不開但是腰還算軟 所以老師那時候就是有特別training我做這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看起來我真的是覺得 OMG 就你首先要下腰之後 然後老師會抓著你這個袋子 然後你就這樣子盪盪盪 然後要抓到腳之後 你把你的頭塞到屁股裡面 然後滾下去就像一顆圓包一樣 其實現在看起來我那天的確是還蠻硬的 這個是更早之前的影片了 國中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課外活動 就是你可以選擇要練還是不要練的 叫有氧禁忌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好玩 我就報名了 你們可以猜我是哪一個 我是第一個衝出去的 最前面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的時候要去練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還記得 好今天就坐下來 然後跟大家一起回顧一下 我過去十幾年的FB長什麼樣子 真的覺得以前的我真的是也是蠻可愛的啦 然後現在應該也是又成長了不少 算是說我十年後再回來看我現在應該也是一樣的感覺 就覺得天哪好傻好天真喔這樣子 不過也就是這樣子一步一步看到自己的進步嘛 你說是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很準時